哈利利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我们昨天三节的黎西米记,有讲过黎西米记的整个的概论。 整卷书的主题就是要重建城墙, 不单只是当时要重建物质的墙, 现在我们也要重建属灵的墙。 我们的信仰,我们跟神的关系, 因为如果没有城墙, 就会很可怜。 就是没有保护, 还有跟外面也没有办法分清楚界限。 如果你的信仰没有把墙盖起来, 你跟那个世俗的世界就没有分别。 名称是个基督徒, 其实根本不是个基督徒, 因为跟别人一样, 有了墙,里面跟外面就很清楚。 还有,如果没有墙,就没有保护。 恶者随时可以把不好的东西带进我们的心里, 然后就影响我们的家庭, 再影响我们的教会。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道属灵的墙再一次地建立起来。 那离西米为什么他有办法可以去承接这个神的重要的圣工? 因为他心中有意向。 他知道神要他做什么。 但是他也知道自己没有办法。 所以他一直放在祷告里面。 一直放在心中。 只等到机会来了。 他就要求王派他回去。 竟然王一口就答应。 还有,超乎他所要求所想的。 他也走了五百多公里的路。 法拉奥经过了三到四个月的时间, 终于到了耶路撒冷。 但是他没有马上开始工作。 他很低调地在晚上出来寻查一下耶路撒冷城的破坏的程度。 那现在开始他已经准备好了。 他就告诉以色列百姓。 我们看回来第二章的十七节。 二章的十七节。 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烂, 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怎样被火魂烧,你们都看见了。 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 尼西米以前是听见耶路撒冷这个大烂。 现在是亲眼看见。 听见会影响心情。 看见会有一种憧憬。 但是这个还不够了。 你心中有感动。 你要发成为行动。 感动没有行动等于灵。 所以我们来这边听到你很感动。 唱诗也很感动。 。 祷告也很感动。 好了,但是问下一个问题。 你真的有在动吗? 英文这个字很好。 moved 代表说感动, 但是也代表也可以说, 也要 move,也要动。 你只有感动没有行动。 每次每年都来神训班, 每年都来求一样的事情。 每年都来悔改一样的罪。 每年都来一样的叹息, 说,主啊,我很可怜。 他竟然是没有用的。 所以,尼西米他听见,他看见。 但是他说,来吧, 起来,我们一起来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前。 重点是起来, 你坐在那边没有用。 自愿自爱也没有用。 就算你坐在那边整天祷告也没有用。 祷告是要的,但是没有行动, 你是永远坐在那边。 所以,一个真正的领导者, 他能够不单只自己被神感动, 而能够启发别人,推动别人。 他有办法召集别人往同一个方向去努力。 这个方向他不是他自己的野心。 这个跟世上的政治家是不一样的。 世上的政治家是鼓动大家来完成我的野心。 得到我这个党或者我个人的利益。 所以你看,世上的政治家,只要他一上台, 他都会让百姓失望。 无论他是什么国家,什么党都一样。 没有上台,大多都觉得他是人民的希望。 把大希望再选一个,希望可以又来一个希望, 结果又下一次的失望。 真正的领导者是带领人归在神的方向上面。 重建内在的城墙。 所以你是属灵的领导者吗? 你有把人走在,建立起来,和心同心来为神做工吗? 好,我们来再看二章的十八节。 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 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 于是他们奋勇着这三宫。 这里告诉我们,黎西米怎样来启发,激动,大家来跟随他。 他不是讲好听的理论。 也不是讲他的理想。 他是讲一样事情。 就是神。 他说,没有神,我今天不会在这里。 没有神,我们不可能有这个机会。 不是我要你们盖城墙。 是神要我们盖城墙。 这个力量就很大。 我们今天常常说,你来跟随我。 我的意见,我们一起做。 我们都有自己的意思。 那其实不一定是神的意思。 但是黎西米他经过祷告。 他得到从神来的这些应许。 他一百%知道这是神的功。 还有神怎么给他开路。 他看到神施恩的手啊。 所以他自己啊,有一种个人的直接的对神的体验。 他才有办法去鼓励人去一起走在这条路上面。 所以今天做带领者,无论你是带领教会,家庭,学生,都一样。 你自己要遇见神。 遇见神就是亲身在神那边有体验。 神怎么带领我? 我们一定要为神,走这条路。 如果你自己都不是很确定,你怎么带领呢? 我们常常说,哎呀,我希望我儿女的信仰好一点。 那你自己的信仰呢?你有摸到神吗? 你有看见世恩的手吗? 所以黎西米他自己把个人的体验告诉百姓。 然后,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目标。 结果大家就奋勇地来重建那个城墙了。 但是,这个才是开始而已。 我们看第十九节。 这有一个转折的字。 但是,何伦人,圣巴拉,并维鲁的亚门人多比亚,和亚勒布兰基山,听见咒赐笑我们。 藐视我们说,你们做什么呢?要背叛王吗? 这个字用得很好。 但是,你每一次要为主建造城墙。 你每一次想发起热心。 你每一次想为教会贡献一些人力物力财力。 你想做一些改变。 但是,有三个敌人在等着你。 所以,很有意义的就是,尼西米在重建城墙当中遇到很顽固很强大的敌人。 而这三个敌人一直地重复地出现。 他们的背景,他们的名字一直地重复。 然后给尼西米非常大的头痛。 但是这是神容许的。 如果没有这三个敌人,他们盖这个城墙就没有什么好写的了。 然后第二章就可以结束了。 那尼西米也没什么好看的。 那我们看那个也学不到什么东西了。 敌人是一定会出现的。 因为这是灵界的征战。 就好像犹太人要重建城墙,敌人讨厌犹太人一定会阻挡。 我们今天打属灵的战争。 我们要重建属灵的耶路撒冷城墙。 你一定会碰到敌人。 你一定要准备好。 你的敌人在等着你,等着你回去。 像我们这边NATS很开心,对不对? 魔鬼说:"没关系,让你开心几天。 你这几天是我不影响你的。 你每天祷告。 没有杂念。 连门都没有出。 我现在不影响你。 我现在不影响你。 等你礼拜天回家。 我会派三个人来阻挡你。 当你准备。 好,我立志,开始准备,开始读圣经的时候。 电话就响了。 当你想说,我今天晚上开始要去晚间聚会的时候。 朋友就找你了。 当你觉得说,我要平静安稳的时候。 让你发脾气的事情就出现了。 这边很好,我都没脾气,都不用煮饭。 不用买菜。 吃完就回来祷告,听课,多好。 所以,敌人会在家里等你。 所以,我们要准备。 我们看彼得前书的第二章。 彼得前书的第二章十一节。 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 我劝你们要进界肉体的诗欲。 这诗欲是与灵魂征战的。 就是说我们要进天国。 在世上这段时间是暂时的。 但是因为有肉体。 有欲望。 所以魔鬼呢,会用我们的肉体的欲望,来阻挡我们进天国。 但是灵魂要把他打赢。 所以,两个是在征战的状态。 每天征战。 只等到把城墙盖好了,敌人才会完全不见。 所以我们今天晚上这一节就来讲讲,这三个敌人代表什么。 我们来看回来,尼西米记的第二章。 尼西米记的第二章的第十九节。 尼西米记的第二章。 但何伦人,森巴拉。 所以第一个敌人,他的名字叫做森巴拉。 这个森巴拉是带头的。 讲到这三个人的时候,他永远排第一位。 那到底他是谁,有那么大的能耐,可以直接地阻挡尼西米。 因为尼西米回去那边呢,他是做犹大省的省长。 所以能够跟犹大省长做对的,他一定是有一定的分量。 从尼西米记这里没有直接讲森巴拉是有什么的官位。 但是从其他考古学家最近找出来的资料。 有记载原来森巴拉就是当时撒玛利亚省的省长。 撒玛利亚是另外一个省,个犹大省的附近。 我们知道,如果你是省长,你就不是普通的人了。 你手下应该是有兵权。 那你要去骚扰别人,你要去打别人,都可以调派一些人力。 那是很强大的。 所以他是在三个敌人当中是为首的,是带领者。 那荷伦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 按照一些资料的记载,荷伦这个地方其实是摩亚,摩亚地的一个地方。 我们知道摩亚人的祖先是谁。 这是罗德,跟他的女儿乱伦所生出来的孩子。 所以这个圣巴拉代表的是什么。 原来这个圣巴拉就是代表情欲。 我们来看这个《以弗所书》的第二章。 《以弗所书》的第二章。 《以弗所书》的第二章。 我们看看这个首领是谁啊。 我们看《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的第一节。 二章一节。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 第二节。 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 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在悲逆之子心中运行的灵。 这里告诉我们,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是谁。 你看不到空中有很多飞来飞去的什么东西啊。 但是如果你灵眼打开了,你会看到很多的灵在空中。 第一,你会看到神的灵。 七眼,片在,全智全能,全智。 再来,你会看到天使的灵。 洁白,光辉,荣耀。 被神差派去帮助信主的人。 但是你还可以看到第三种灵。 这是黑暗的灵。 邪恶的灵。 控制人的内心。 让人顺服这个文化,风俗来做事。 所以这个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有一个头头啊,是谁啊? 这个首领就是魔鬼。 这好像当时,好几个犹太人的敌人有一个首领。 他常常带领着他们去对抗他们要重建圣殿。 所以我们知道,一切情欲败坏都是从魔鬼的灵来的。 所以你靠自己没有办法对抗他,他的力量太大了。 除非你能够靠神得胜。 连尼西米自己都不能用他的生长的力量来对抗他。 他要一直一直地祷告。 好啊,那我们来看,这个邪灵的工作啊,这个首领啊,它影响人用什么的方法呢? 情欲有很多种表现。 但是到底圣巴拉所表现出来的是什么呢? 我们看回来,尼西米基的第二章。 尼西米基的二章第十节。 尼西米基的二章第十节。 再来看第四章的第一节。 圣巴拉听见我们修造成强造发怒,大大的恼恨。 所以大家记下来了,圣巴拉代表情欲,但是代表是哪一方面呢? 就是代表,当你失去你的理智,当你很生很生气的时候,甚至有恼恨的时候,你的圣巴拉就出现了。 弟兄姐妹,我们想想看哦,你会不会常常生气? 传道,没有啊,我这两天没生气。 如果你来到这边你都生气,你就惨了。 哎呀,我可能这两天还生气哦,嘿,每次在我面前抢我的洗澡的时间。 嘿,晚上打呼那么大声,我都没得睡,都是他害我的。 当然啦,我们有时候会忍住啊,哎呀,这些都不讲就算了,放在里面。 但是有一些时候呢,我们的生气是非常的巨大的。 你怎么修养啊,你也隐盖不住,你也没有办法隐藏。 我们看哦,圣经里面第一个生气的人是谁。 记不记得? 该隐益。 他为什么生气? 我们看《创世纪》第四章。 《创世纪》第四章。 第五节。 《创世纪》第四章的第五节。 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公务,该隐叫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了。 神就问他,该隐啊,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 原来人类历史里面第一个生气的人,第一个打破记录的就是该隐。 为什么他生气? 因为神看不中他的公务。 看中他弟弟的公务。 别人比他好,他没有检讨自己。 越看越不顺眼。 连自己的弟弟他都没有办法接纳。 你想想看哦,人类的第一宗谋杀案不是因为抢停车位啊,抢房子啊。 是因为什么? 嫉妒。 所以嫉妒是从魔鬼来的。 如果你今天看别人常常都有不顺眼的感觉。 或者是很生气,常常都对他很不满。 小心哦,有可能是他比你好,你不高兴。 嘴巴都说,不会啦,我怎么会嫉妒他。 我们有时候嘴巴讲的跟心里讲的是相反的。 人家比你漂亮。 人家煮的菜比你好吃,比你煮的好吃。 你煮的菜剩一半,人家煮的菜都不用洗碗了,都干干的。 哇,你领会,大家都打瞌睡,别人领会,哦,大家都笑笑。 你传福音,一个目睹者都带不到,别人可以带五个来。 嘴巴都说,感谢神啦。 不错啦,他感谢神啦。 但是那个嘴角呢,不知不觉,有时候会流露一点点这个,酸酸的。 然后开始对他有意见哦。 嗯,他的意见不怎么好,我不觉得怎样。 当然你还不感受大大的生气出来。 但是,小心哦,你的森巴拉在里面会越来越强哦,它会变大哦,好像那种机器人这样。 啊,魔鬼很厉害哦。 他一开始放一个小小的森巴拉在里面。 一点点的极度。 然后他会吸收你的这种极度。 你越想,你就越不开心。 你要跟他比较。 你也觉得我哪里比不上他。 为什么我也得不到别人的注意力? 为什么教会不用我? 为什么大家都赞美他? 为什么他的意见永远被接纳,我都没有被接纳? 哇,诶,那个森巴拉每天都吃你的这个负面的情绪。 到最后他就变成巨人。 啊,盖云里面的森巴拉很大。 发怒了。 其实怒气本身不是根源。 怒气只是一个表现。 怒气的下面还有东西。 你为什么会常常发脾气? 有可能是你嫉妒别人。 所以神就问,盖云啊,你为什么变这样? 为什么你变了脸色呢? 诶,真的我们的脸会变呢? 我们来NATS的脸都很放松。 我看你们的脸很放松。 试饭的时候最放松。 早上那一节就比较不放松。 只要累一点。 基本上你们现在的脸都是像天使多一点。 没有怎么烦恼,我看你们。 要不用讲课,我们不要烦恼一点。 还没教功课,记得要讲。 但是呢,如果你的情绪改变了,你的脸会改变。 有一次啊,有一个老传道,在教会的时候, 哇,有一个信徒怒气冲冲地去找他。 哇,对这个传道很不满。 传道,我要跟你讲话。 好啊,来,来,这个地方要不要泡茶给你喝。 不用喝了,什么都不用喝了。 哇,只是他骂了一个钟头。 我一直骂。 但是传道还是老的比较厉害。 坐着那边听他骂。 也没有讲什么。 哇,骂了你是蛮累的嘛。 那个弟兄骂到累了,停下来了,喘气了。 老传道就讲话了。 说,弟兄啊,你讲完了。 他讲了一个钟了,要休息一下。 传道就跟他讲。 说,弟兄啊,我刚刚是没有相机,不然很想帮你拍一下相。 你刚刚骂人的时候,那个样子很生气。 你生气的时候很难看。 不像天使。 像什么你自己想。 哇,那个弟兄突然间就很尴尬。 对啊,为什么我的脸色会变呢? 真的哦,你生气的时候不会照相嘛,对不对? 你试试看,下次生气,手机器拿出来 selfie一下,看冷不冷看。 啊,因为你不想看到这种,所以不会拿来照相。 但是你有怒气在里面的时候,你会变。 有一些时候来教会大家都哈利路亚,你好,我好,大家好。 看不出一个人的灵修。 真正看到一个人的灵修。 要做圣工的时候才看得到。 开会的时候看得到。 哇,有一些人平常都哈利路亚,啊,感谢主。 开会的时候,哈利路亚,啊,你的妈妈。 不想,不开心就走了。 哇,怎么跟平常不一样。 森巴拉在里面。 下次你看到人拍桌子啊,耍椅子啊, 他说森巴拉,小心一点啊。 他可能会更生气。 也可能会醒过来,如果他有听过这个课的话。 真的,人生气的时候很可怕。 那我们刚刚讲的第一个原因,有可能他嫉妒。 但是呢,生气的人也不一定是嫉妒才会生气。 另外一个生气的原因呢, 是很特别的,你可能没有想到。 是因为你曾经受伤,然后你怕被再伤害。 或者是呢,你想要保护自己。 好,这个是另外一个可能会生气的原因。 好,因为受伤的人,你就也会去伤害别人。 我收到一个我孩子学校的email啊。 告诉我们说,他的那个学校呢,最近有一些人啊, 用石头丢玻璃,然后把学校的墙壁都用喷气来喷。 那谁会来打学校的,应该可能是从里面的学生嘛, 或者是一些比较大的孩子。 啊,那那个学校的email我觉得很有意思。 啊,那个校长就说, 他说,做这样的事情当然是很不好。 他里面有很多的angor,很多的愤怒。 但是为什么他会这样呢? 很可能是他自己本身也受到很大的伤害。 啊,所以呢,我们要小心。 啊,我们自己的情绪。 啊,有一次有一个弟兄。 啊,他在教会里面,还有他家里的遇到一些事情。 他觉得自己很委屈。 他觉得别人对他很不好。 他觉得别人对他的家庭很不好。 他觉得自己很受伤。 啊,但是他就没有办法去把这种受伤, 还有愤怒的情绪发泄在别的事情上面。 啊,有一次很生气。 啊,就举起拳头。 一拳都打进那个墙壁里面。 我们知道,我不晓得加州的房子。 我们加拿大的房子是木头做的。 啊,都是drywall,啊,比较薄的。 所以如果你打到drywall里面是空的话, 那就没问题了,顶多多一个洞而已。 他说,如果你打到那个梁柱那边,啊,你就惨了。 他就刚好打到那一等。 哇,骨头裂掉。 啊,要送去医院。 还要开刀。 啊,为什么他这样? 他在问他,你为什么那么生气? 为什么想不开? 他就说,我都没有办法,别人那么伤害我。 所以,一个人生气,你要了解他为什么生气。 有可能是他受伤了。 所以他要反抗。 所以,无论你是什么原因生气。 生气对你是不好的。 对你自己身体也不好。 对你血压也不好。 你打墙壁还要把那个墙壁补回来。 有一次我就去辅导一对夫妻。 哇,吵架。 哇,去到房子,诶,那个墙壁多了一个洞。 原来丈夫太生气了,举起手不敢打太太,要打墙壁。 还好没有打太太。 一打了,可能把她打昏了。 但是打墙壁也多了一个洞。 我们生气的时候,说每一句话,都可能在别人的心里造成一个洞。 所以圣巴拉一出来的时候, 我们会有很多的表现。 第一,可能是语言上我们变得很尖锐。 变得很大声。 讲话变得很难听。 如果我们不攻击它, 我们可能会打人。 或者是会打物件。 会甩东西。 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甩东西。 弟兄有没有打墙壁。 姐妹也没有甩锅子。 哇,有一些人在吵架家里,东西乱甩。 或者嘴巴乱讲话。 这是出于魔鬼。 魔鬼透过圣巴拉让你没有平安。 所以你要重建这个城墙, 圣巴拉会来阻止你。 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看提摩太前书。 2章第8节。 提摩太前书2章第8节。 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 举起圣经的手,随处祷告。 圣经的话,经得起时代的印证跟考验。 保罗特别针对弟兄讲了这句话。 为什么? 因为心理学家发现了男人,特别是男人, 常常有angor issue,就是有愤怒的问题, 没有办法控制自己。 骂脏话,开快车,打墙壁,外面打架, 这个都是愤怒的angor issue。 所以当圣巴拉起来的时候怎么办? 弟兄姐妹,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马上心理莫道。 你又知道圣巴拉要起来,要破坏你的城墙了。 你不控制你的嘴巴,跟你胎杀的关系就被破坏了。 你不忍住你的嘴巴,你孩子以后就不理你了。 你开胃的时候乱发脾气,以后胜功就没有理分了,没得做了。 因为主耶稣不会用很容易愤怒的人。 所以保罗说,举起祷告的手,对付圣巴拉。 不要争论。 男人很喜欢争论。 你讲一句,太太讲十句,怎么办? 让她讲。 太太,对,你说的对。 好,没关系,你赢,这次争论你赢。 我输,我输。 睡觉,睡觉。 你不输,没得睡觉啊。 好,都是你对。 明天呢,祷告完了之后再跟她谈。 太太生气的时候,你不能生气啊。 最笨的男人是太太生气,你比她更生气。 那她一定比你更生气。 那怎么有得睡觉呢? 她生气的时候,你不能生气。 孩子生气的时候,青春期,反叛期,她生气的时候,你要忍住。 好,没关系,没关系。 你常常举手,你就能够控制住你的愤怒。 你不会举手,你打人的手就会出去。 所以啊,对付森巴拉。 只能用祷告。 还有,要用爱。 如果你身边的人常常都是有森巴拉,那怎么办呢? 你没有,但是她有啊。 譬如说,你太太有很多森巴拉,怎么办? 你不能只是说,好好,你对而已。 不能只有这些这样子。 你也不能说,你生气我不跟你讲话。 不能把自己关起来。 你太太如果脾气不好, 很可能是你对她的爱不够。 千万不能说,你身边啊,身边啊,你小心一点,你赶快去NATS。 哇,你不要把这边道理回去都这样子应用。 就是你了,就是你了,没有去NATS了。 你看我,我有去NATS回来了。 啊,常发脾气,明人去NATS。 NATS不是万灵药,OK? 一年来五天你就想说你会改变啊? 每天都要对付森巴拉。 好了,她的森巴拉很大怎么办? 哇,我们看约翰义书第四章。 四章的第十八节。 约翰义书四章十八节。 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 因为惧怕里含着刑法,惧怕的人在爱里为得完全。 18, there is no fear in love, but perfect love casts out fear, because fear involves torment. But he who fears has not been made perfect in love. 其实生气的背后,其实他也是很紧张,很害怕,很没有安全感。 他害怕失去啊。 他害怕受伤啊。 他害怕被你拒绝啊。 有一些人就会用生气来表达出来。 这是我很生你气。 你不要说你为什么生气。 你要说,到底他缺了什么? 哎呀,我爱他不够。 我多久没有好好听他讲话了。 我多久没有陪他逛街shopping了。 我多久没有牵他手了。 他的爱满足了,他就没有惧怕了。 他就不会整天给你生巴拉来打你了。 同样的,你的孩子为什么常常发脾气。 弟兄姐妹,你知道为什么你孩子情绪那么不好吗? 为什么? 有没有人知道吗? 现在的孩子情绪特别不好,特别脾气不好,为什么? 你们知不知道? 有谁知道,有谁比较年轻可以代替年轻人讲话? 为什么? 得不到想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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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年轻人脾气特别不好,有一个原因。 就是科技的东西玩了太多。 电动,电玩,看的,听的。 你试试看,给他一把iPad,他不用跟你讲话。 然后他玩,玩,玩,玩。 然后你就开始控制他了,说怎么可以讲场玩。 然后你就把他抢回来。 既然他做森巴拉就出现了。 他玩了太多了。 他很少接触大自然。 但是你不能怪他,这是你给他的。 对不对? 你给到毒品,然后说你不可以上瘾。 你明明知道这是那么容易上瘾的,那么小就给他。 拜托啊,你有什么孙子啊,什么那些啊,不要说,哎呀,阿公啊,送个iPad给你玩。 啊,来来来,玩阿妈的iPhone。 然后你拿回来之后他就很生气。 现在的孩子用胎头那种东西。 但是为什么大人会给他? 因为大人没有时间。 没有时间陪他。 就是给他玩。 玩多了,他就会情绪不稳定。 所以你的孩子情绪不稳定是有原因的。 因为你忽略了他。 你又想控制他。 然后他又很害怕,哇,你把我最爱的都拿走。 你又没有给我爱。 但是小孩子不会这样讲出来。 他不会说,你给我爱啊,我就不生气啊。 小孩子不会这样讲的。 所以为什么一个人会生气? 里面有害怕。 爱不够。 所以你身边的人很容易生气。 你要去包容他。 你用主的爱更去爱他。 然后这个森巴拉就会慢慢慢慢的没有力量了。 因为有神的爱在他里面。 再看回来这个离西米基。 第二个敌人呢? 离西米基的第二章的十九节。 这里说,围炉的亚门人多比亚。 那个多比亚是谁呢? 也是亚门人。 所以刚刚我们讲过了,第一个是摩亚, 第二个是亚门。 都是肉体情欲所生的后代。 但是这里特别强调,这一次的情欲的表现就是为奴的, 就是被控制的。 你被什么控制,你就是谁的奴仆。 虽然这个多比亚是已经做官的了, 但是他也是为奴的。 他可能以前是为奴的。 现在只是做了官而已。 那其实根本就是,我们中文有句话,奴性不敢。 奴性就是奴隶的个性不敢。 以前被人家控制习惯了。 那个样子就像一个奴隶。 我们看罗马书。 罗马书六章十六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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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至于诚意。 这里保罗说,我们每一个人可以选择做谁的奴仆。 你一定要选一个。 你可以选择做罪的奴仆。 就好像多比亚一样 他被罪控制 没有自由 这个就是罪的力量 影响力量 那如果你被罪影响 作罪的奴仆 到最后就是死了 出不来了 我们知道我们的肉体 有肉体的需要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 控制肉体的需要 这个肉体的需要 就会控制你 我们加拿大最近 有一个很大的新闻 就是我们的政府 不晓得头脑 哪一根筋坏掉 这是把大麻 全国合法化 所以现在加拿大 是抽大麻 不用被警察抓了 在家里也可以种大麻 身上也可以带着大麻 在路上也可以买到大麻 在网路也可以买到大麻 大概政府觉得说 我们吸毒的人还不够多 吸毒的人其实很可怜 他们没有办法控制自己 我们在温哥华 整个温哥华城市 是一个美好的地方 很漂亮 但是在Downtown附近 有一两条街 很多毒瘾 吸毒的人在那边 我们有一个弟兄 是坐这个急救员的 就是他在救护车里面 有人打电话来了 有人倒在地上 他就去救 用业过多了 用药过多了 他给他救回来了 这个明天去 又看到怎么又一同一样的人 更夸张的 有一些送到医院里面 他把他救好了 都还没有出医院 就找车手在里面 在打毒品 你可能说 怎么会那么笨呢 不是笨 他也不想 只是你被什么东西控制 你就变成他的奴仆 那我们没有吸毒 但是我们可能有 其他不好的欲望 会控制我们 现在控制人最大的来源 就是从手机跟网路 很多人是被眼目的情欲控制住 现在看什么 随时随地随在都看得到 很多青少年 整天看那些不好的东西 头脑都不接近 没有办法祷告 也有成人是沉迷色情的 按照这个社会的统计 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成人 沉迷色情 现在手机很方便 你看什么没人知道 那也许你没有看那些不好的东西 但是物理用的太多 也是被他控制住 弟兄姐妹 现在很多人 变成手机的奴仪 眼睛一打开 找什么 不是找太太 不是找先生 手机在哪里 脸都还没有洗 就看了 哎呀我有几个 上厕所也是带手机 吃饭也是看手机 孩子跟你讲话 你也在看手机 聚会也在看手机 开车也在看手机 我看以后我们死之前 最后一件做的事 可能也是看手机 没有message 我可以死了 真的不是开玩笑 因为现在什么东西 都套过手机可以做了 你不看它不行 但是真的不行吗 有那么急吗 你被它控制 你就是它的努力 哇电视很多连续剧 对不起我讲错 不是电视 是在网路上 很多电视的连续剧 很多TV dramas 看不完 被控制了 有一个姐妹跟我讲 穿大帮我祷告 我眼睛很不好 我说你眼睛怎么了 我有一只眼睛不能动 转不了 我说怎么变这样 她也不好意思讲 没关系你说说看 为什么眼睛会变这样 传道最近那个言析共略 太好看了 这是一个Chinese drama 那我问你 你看多少 我一天看了十集 等于八个钟 看完之后眼睛都不会转了 哇麻掉了 要去看眼科 差点下掉 她说不敢看了 被她控制了 你回去看着读圣经 那那些好看的剧就出来了 要你看了 这个亚门人很厉害 但是我们的主耶稣更厉害 如果人愿意祷告 靠主 多比那个圣巴拉多比亚都没有办法阻止我们从坚逞强 Neither Sam Valley or Tobiah will be unable to break down our wall 我们同心莫党 Let us bow our heads and pray in silence